哈喽大家,我今天到成都啦,来看我表妹 然后我们订的酒店,跟大家拿一个room tour先 成都的荷隆大广场这边 然后呢是一个套房我们订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嘛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 有一个摊桌 然后这边是沙发和电视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成都的一些景色 还挺高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淋浴间 然后这边是厨房 还有茶具啊 什么的 这边应该是,那边是行星 然后我们到这边走 这边是第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 然后最大的房间在这边 也脸上是一边 那这边是大家 两边是一边 很厉害 一边就知道 是一边 这边有一个 小檀豆花 这是红糖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豆腐有一点腥 对 我觉得豆腐有一点点清晰 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吃 十分你给几分 六分 也很好吃才只有六分 因为我觉得成都鱼好吃了更多 好 不能一上来就给大家拍一张 我们看到有一个卖水果的 这个看起来特别好吃 西梅 还可以 就感觉跟那种 袋中的那种梅味道差不多 对吧 但我才长得很可爱 两次 我们现在在排爆炸 高点 特别多 我们现在在等这个凯家鞋 火锅界 然后旁边有人有这个 然后旁边有人就叫这个 蚕蜜包的串串吧 我们现在在等这个谷家鞋 这个应该是叫什么东西 菌干 你这个买的是什么来着 波瓣奶茶 波瓣奶茶 然后加冰淇淋 特别特别好喝 半糖去冰对吧 我现在因为走的时间太久了 冰淇淋都有点晃了 对对对 真的这个特别好喝 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一点点 我谈得特别久 然后终于进来了 然后特别惊奇的是 我们在门口发现有 蛋烘糕 蛋烘糕 然后买了奶油 肉松微 特别特别好吃 就长这样 建议大家来一定要吃这个 太好吃了 你尝一下还可以 我们点的手剪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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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能吃吗 你看 你给我吃点 我吃东西 你给你做呢 你很喜欢 你吃东西 你带你 你给你吃东西 你吃东西 你吃东西 看你吃东西 这个鲁肥肠特别好吃 我已经吃完了 然后我觉得鸭血 然后还有手剪香菇 还有大碗特别特别嫩 是可以吃多亏羡 就是最好吃 其他的一款饭 我们现在已经到建设巷了 然后我们刚刚买了张亮烤蹄花 还有祥龙爪爪 然后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这个烤蹄花它是外面有 就是那种辣椒粉之类 我刚刚有尝一口 就是觉得一点都不油腻 就烤得特别干 然后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烤蹄花 就是有点不方便 这个烤蹄花就啃得到处都是 嗯 就这样吧 一整个 我觉得这个烤蹄花还挺好吃的 可以推荐一下 然后我来尝一下 香菇爪爪 我不知道买的什么味道 尝一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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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还不错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软 酸糯 然后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可以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 有各种口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一定选择 然后我们在 还在排西纸烤脑花 然后准备再去买别的吃 我刚排的超久的堆 买了两份那个 粥鲜鲜土豆 这个是层椒味的 然后这个是 糖醋麻辣味的 然后这边还有烤脑花 烤冷面 这个是什么 开果 嗯 然后还有 嗯 我觉得这个烤脑花最好 好 好 烤脑花 昨天吃的那个 冰粉 所以我们才买了冰粉 玫瑰冰粉 哎 好辣 这个烤脑花 好辣 尝一下这个土豆 好辣 尝一下这个土豆 哦 这个是我的 是我的 嗯 你买的什么口味的 就是 鱼汁蛋 就是糖醋麻辣味 这炸的会不会焦 但也很辣 就完了 就尝一下这个藤椒味 酸 酸 是我们换干活的 也很辣 酸还不错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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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肉 酸 哦 然后我们点了有 鱿鱼 赤中 牛肉 海骨 还有 你放上去吧 你要不要尝一下 我早上想吃鱼鱼 哈喽,我们今天来吃成都这家最大的川西坝林 然后这边的菜都是你选的 就还蛮多的,份量也很大,大家看 还有鲜鱼,毛肚,牛肉丸子,还有羊肉卷 老师,你先吃了 帮我的朋友,买股,牛肉丁 大小,他们不吃很好,吃了 我老师,吃了蛋 我老师,吃了蛋 好嘞,吃了蛋 吃了蛋 吃了蛋 喝了蛋 吃了蛋